我想钢铁其实在年后已经开始进行转强 而且从2002的中钢这边来看 维持在高涨震荡 大家就会知道今年应该还是蛮有机会 尤其又具备有高质率的概念 又要钢铁要涨价 其实最近的原物料 我觉得有全面进上涨的一个态势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那其实我看到最近因为这个战事 有很多的不管是原物料 又或者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化学肥料 也都是大涨 像今天其实最强势应该是 在主要有假肥的这个部分 因为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们在很早以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这个肥料在马上春天要春耕 那乌克兰又是全球主要的一个化肥原料出口国 那它现阶段如果有战事 它对它会有影响 我们当时有跟大家讲1712的新农 今天爆量突破近期的高点 还有就像1708的东减 也是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今天创了突破量的高点 那这个其实都会有连带影响 好 既然现在肥料已经大涨了 这是我们很早以前跟大家报告 那最近钢铁又开始进行转强 我觉得钢铁应该有机会转强走第二波 那我会认为说投资品有新阶段在操作 以这个方面来看应该是有机会 尤其是我就看到最近台湾用音乐缺电 去绿能干练股像今天的一个1519的华城 1513的中心电也大涨 那还有就是环保意识的一个抬头 全球对这个方向都是持续性的关注 企业ESG绿色能源的议题 我觉得很多的题材 如果你可以提前一步去做布局卡位 相对来讲会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介绍一档个股 是台康经常代号5011的九阳 它其实就是所谓在做钢铁股里面受惠 整个钢铁原物料涨价 那它本身是做螺丝 在去年它库存非常非常多 提前布局卡位 那先进一段涨价 那当然就有受惠 再加上说欧洲对中国 做一个反警销的一个调查报告出来 确定要对他们进行反警销的一个税 要征收 这个比例有22到86%不等 那台湾又要受到一个转单 所以近期你可以看到5011的一个九阳 本来股价就是强势往上缓步的上工 再加上说要钢铁涨价 还有中国的这个产品销售也被确认 它输欧洲的部分就有机会持续性的一个受惠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ESG环保的一个概念 这家公司其实在投资一个环保能源 还有就是负责冯化炉代操业务的农服 在负责这个废弃物清运 跟在利用的台缸环保 所以它又有相关这一些的一个环保的一个题材 再加上它有太阳能发定的台缸能源 还有就是负责陆海空运成缸 报关废铁跟回收金属的台缸运输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转投资的面非常的多 这也是我发现这一次 我们在台湾企业为什么可以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因为经过这些过去很老牌的公司 它都不断在进行转型 尤其是我发现老牌的公司 不管是像台泥或者是像中刚 甚至是我刚刚说的这九阳 这些大的企业 过去他们都饱受到这种景气循环的波动 所以他们都大量的在投资新的一个 跟能源相关还有环保相关的一个产业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刚刚所说的这个九阳 它投资了这么多的方方面面 都是因为它过去的一个产品 其实就具备有高耗能高污染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有这一个环保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这一次啊 景气循环在往上走的过程里面 它的一个钢铁已经本身就受惠了 然后又受惠到刚刚所说的这些环保能源 非器物处理这些的一个营收 持续的把它的一个整体的营收 丰盛了它的一个内容 就往上营收持续上涨 那去年的营收啊 我帮大家看一下 全年的营收有37.59亿啊 年增是105.88% 这是历年的新高 那下半年其实是一撇子正式的转贵为赢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季大家在找群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的年增率哦 我们跟大家讲过 第一季 一月二月的你要联合起来看 那它一月营收是月增 6.2% 年增30% 但二月啊 虽然是因为工作天数比较少 月减了23% 但年增86.8% 那你就是说前两个月营收是年增50% 那今年包括像我刚刚说的 罗帽还有就是环保业务大成长 那这个股票这个全是多头的格局 在现阶段啊 市场上大家都会发现 最近成接量的一个变化比较大 大多数这些上涨的都是技术形态相对比较好的 那如果你看九阳的话 它这个股价其实在去年的11月开始站上期限之后 接连都没有有效跌破期限 那现阶段股价又来到期限附近 那外资这边也是买多于卖的话 我认为你用长期布局的卡位 提前去做一个操作 我觉得在这边 像九阳这样的公司 我觉得投资品也可以好留意 因为不用等到说 今天看到所有的肥料都在涨停 才去追加肥 像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的东检 跟大家报告过的新农 今天其实都是往上攻 那现在位阶还相对比较低 整理过后再转强的 我觉得钢铁股里面 5101的九阳 题材重夺 投资品也可以好注意 好那风我们另外帮大家讲 因为整体在今天排面当中的一个电子厂 压力还是比较重一点点 因为今天讲到说 东莞跟深圳的紧急封城 所以又开始有一些台测电子厂 讲到说有停工的压力 那今天看起来 首当其冲的是3037的星星 跌势是比较重 跌了半根停板 那今天又来到蛮关键的季线关卡 你会怎么看 其实这个星星面临这些停工的一个疑虑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次冲击到底会有多大 来到季线附近 到底是不是好的机会点 又或者投资人 可能要按照纪律 有赚就跑呢 我想其实像星星 他的一个操作 其实一直都有点反 技术面 为什么这么说 当然他现在是来到的技术 技术的线面的一个季线位置 照理讲 今天是微微跌破 但我会认为说 因为他的季线趋势 实际上向上 这一点是好事 第二个 他在这两年的一个扩厂动作 再加上整体市场 对ABF的一个需求 我觉得都没有改变 那他这一波年后是最强 有创新高的APF载版 那你如果看 像8046的南电 他高点是去年12月 3189的紧缩 其实高点是去年的11月 那3037是最后创新高的 可是他技术形态 还是维持在 全面性的一个多头 我认为像现阶段 如果他在进行一个 停产一天 那目前是说一天 但是看起来 封城是要封七天 那一天就会造成 整个市场上的一个需求 它的一个供给 再进行往下走 那需求持续上升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他未来的报价 根本是满雨下降 所以长期来讲 这还是一个短空长多 而且他技术面上 今天回补了这个 跳空缺口也是好事 那回补完之后 只要在这边守稳 季线如果被跌破 请大家注意 不是跌破 马上又一定要看 你要看第一个 当天的大盘气氛 那如果大盘气氛很好 他自己跌破 那肯定有问题 但今天是大盘气氛本来就不是这么好 再加上有停工了这个话题 那我会认为说 只要他三天内能够站稳 我觉得这边还是相对比较安稳 长期来讲 APF应该是会持续的一个 暢旺到2025年 这个时间会非常长 所以我觉得倒不用太过于担心 而且我会认为说 在经历面 大多数的电子库 你只要维持 不要去追高的原则就好 那当然现阶段 受到中国大陆 深圳东莞 这样的封城影响 大家会比较担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国内 有一家公司 它是比较特别 它是代号815的博智 它今天其实还有去挑战200块的关卡 为什么 因为它所有的厂房都在台湾 所以当大家想到 如果中国要 有部分要停工 那就会转单给像 博智这样的公司 所以往内需来走 我觉得近期会比较好 那当然讲到内需 我们就讲 最近还是一个能源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 这个时间 新旧我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七七的安吉 我们说它是一个大量区 在3月10号 爆大量之后 隔天 它居然没有抵破 大量区的下缘 那表示要往上攻 所以上礼拜五 它尾巴往上挤拉之后 今天早上 本来有传出来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战事 可能有和缓的迹象 所以它早上就怎样 先压回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盘中刚刚有一度翻红 我会认为在这边 布局相对位阶底 它有拉回到接近五日线 这个长线题材是没有变 因为它营收成长 还是相对的一个强劲 基础形态也相当的不错 我会建议投资朋友 在这两天 如果他有在黑盘的时候 可以去做留意 倒是不用过度去做最佳 操作上面的话 在电子股 尽量买黑不买红 我觉得这样子 长线来讲会比较有机会